来关注霹雳州的消息 尽管这个中马州属拥有机场 港口等物流设施 但是基于设备布局 槟城和雪龙完善 因此工业发展竞争力相对的不弱 不过政府计划提升霹雳工业设施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设厂 而第一步就是铺设总值1亿9千万令吉的天然气输送馆 大概要1亿8千万元 最近我已经说服了这个马来西亚天然气公司 我认为他们必须要投资 所以他们也同意拨出1亿2千万 所以剩下6千万我必须要跟州政府 跟中央政府来去争取这个款项 然后其实这个万事俱备了 他们也准备动工 第二 茂工部长脑都市立黄家全 今天在野保出席活动之后 宣布这项好消息是坦言 霹雳的基建还无法达到支援工业用途的水准 因此必须展开提升工程 在输送馆计划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强化机场和港口的建设 以及提升铁道设施 同时他也探讨是否向政府争取 将龙兴高铁延伸到霹雳 推动中北马的经济发展 接下来就是强化机场正在山下的生亚下的头部 再来就是强化机场的补量